小琴 要不你送我女朋友吧 我一支口红就相当于你一个月的工资 你拿什么来给我看 不是 你什么口红这么贵 三十万 咱们什么时候去见咱妈呀 你带户口本了吗 我们是一个孩子 还是两个孩子呀 还有什么 老婆 我想给你买个礼物 但是差一点钱 老婆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差多少钱 差两千 好 那 卡里有三千 谢谢老公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应该是你对我好 是你要给我买礼物 对了老婆你要给我买什么礼物啊 买个教训 哎呦什么 我超无情 这么多次终于有一个看着顺眼的啦 温柔的狐狸 是啊 你好 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我觉得你还不错 你觉得我怎么样 还还不错啊 既然我们都觉得 既然我们都觉得对方不错 那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同居吧 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只有生活在一起了 才能看清楚彼此的优缺点 否则谈恋爱就是在浪费时间 你觉得呢 不管外表看上去怎样 我内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那正好啊 我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那你传统在哪里啊 就比如老祖宗留下来的三妻四妾的传统 我就觉得很OK啊 渣男 为什么要分手 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你给我花过钱吗 我虽然没给你花过钱 但是我对你好啊 你给你买过礼物吗 我虽然没给你买过礼物 但是我对你好啊 但是我对你好啊 你花时间陪过我吗 你花时间陪过我吗 我虽然没花时间陪你 但是我对你好啊 那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 当然了 走吧 我们回家 干嘛 你干嘛打我 我虽然打了你 但是 我对你好啊 我对你好啊 你介意我长得老吗 你介意我长得老吗 不介意 不介意 你介意我离个婚吗 嗯 不介意啊 你介意我有小孩吗 叮叮叮 不介意 你介意我 介意个头啦 介意你个头啊 介意 我请个代价而已 哪那么多废话呢 给我开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喝多了 哎呦什么 哈哈哈 你第一次来吗 哎第一次来 我也是 啊啊啊 你有房吗 有 哦 有车吗 也有 有送款吗 有 不多 结过婚吗 这个倒没有 叮叮叮 哦 有小孩吗 啊 我没有结过婚啊 啊 哈哈哈哈 啊 很尴尬是吧 哎 那既然这么尴尬的话 不如我们来亲个嘴 回一下尴尬的气氛 你别笑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 请问你是楼上大通公司的吗 啊 是的 我是 我儿子也是你们公司的 他最近找了个女朋友 请问是你吗 嗯 是啊 我单身的 好呗 哎 叔叔 我们 单位那么多女同事 你为什么就能问我哪个人呢 哎 只要不是你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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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 啊 啊 小秦 有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你说啊 我昨天看见你男朋友 跟一个女的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 真的吗 真的 不骗你 太过分了 真的太过分了 你 你 你怎么能偷看我男朋友呢 嗯 嗯 你不知道什么叫隐私吗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简直是太过分了 哎呦 什么 哈哈哈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啊 我以为要 这位女朋友 我宁静 有点 很重要 不是 是啊,昨天晚上去新偶客喝了杯咖啡啊 搞得我一晚上都睡不着了 睡眠不好的人晚上喝咖啡确实不太好 不过我记得好像有几次我请你喝咖啡也是晚上啊 第二天你精神很好,感觉睡得很好呀 是啊,之前是你请我喝的吗 嗯? 啊,那昨天 昨天我自己买的,也太贵了 心疼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哎呦,什么 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也不想跟你吵 那这样吧,我俩一人说一句我错了 这事就过去了 嗯?好啊 那你先说 你先说 你先说 凭什么我先说 你先说 啊,啊,啊 我 我 我错了 错哪了?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你猜我摄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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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啊 来来来来 45公斤耶 真的瘦的超级超级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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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公斤还好吧 很瘦吗 我这穿着衣服穿着鞋子的 我这是毛种啊 我拿40公斤的不到 K.O 挑战30天不买烟 啊那我也不买 咱俩得憋死呀 哎呦这不是那谁 马翠花 二班的球美丽 哇这么多年没电了 现在人模狗样的这家伙 最近过得怎么样 翠花 不要叫我翠花 干什么酸菜啊 酸什么菜啊 我现在跟我妈姓 你妈姓什么 猪葛 那你现在叫什么 猪葛钢铁 再见老铁 你别笑 哎呦不错 小姐姐 你很漂亮 一个人吗 交个朋友怎么样 留个联系方式啊 电话 微信 怎么不说话 不说话 你瞧我挤 没弄眼挤半天干什么 对不起 我不能说中文 我来自泰兰 我来自泰兰 我去 人 妖 你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啦 你能不能说一点有营养的内容 好啊 那我再问你 你知道唐森和我的区别是什么吗 蛤 不知道 唐森想要娶鸡 而我想要娶你 你知道你跟沙森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不知道 沙森还是那个沙森 而你是沙雕 你骂我 那我也要骂你 我越看你越胖 就像猪一样 在我心里有分量 我越看你越瘦 而且没鸡肉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停 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 别总说自己是癞蛤蟆 要有自信